苦菜花 第三章 一个寒冬的晚上 大北风在院子里狂暴地吹着 门窗都发出刺耳的叫笑 稀稀疏疏的雪花 在暴风中狂舞 挣扎 屋里明亮的灯光下 铺着带花纹的雪白的大尾席的炕上 放着雕刻着蛇龙的弯腿的暗红色炕桌 桌上摆着古渡西九湖 大盘小蝶一个挨一个 王简芝正在和两个人饮酒 三个人满面春风 吃吃喝喝很是痛快 王简芝感到头很热 就转回身靠近窗户 望着暴风雪的黑夜 想起从回家那天到现在的情况 他满意的笑了 王简芝刚回来时 和外人谈起来 开头他总是说 当他回到家 听说王唯一被民主政府判处了死刑 心里也有点难受 他毕竟和我是书本弟兄啊 王简芝有些伤心的说 可是接着他马上就改变了态度 变为愤怒了 他痛骂王唯一卖国当汉奸 在乡里犯了那么多的罪恶 他的死是罪该应得的 然后表示他王简芝拥护共产党的做法 他素来就同王唯一不和 这些乡亲们也都是知道的 他王简芝是和王唯一走的两条路 谈到自己在外面的情况 王简芝便满怀愤恨悲痛地 讲起他所看到的和亲身遭遇的事情 国民党如何不抗战 鬼子来了 到处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 祖国遍地一片焦土 同胞的血淋淋的尸首 使他认清了现实 深深感到王国奴的日子 没法过下去 他领着学生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 结果被敌人抓去 关在牢狱里好几个月 出来他又不顾迫害地参加了救亡工作 当他听说家乡有了共产党领导 就不顾敌人的阻难而奔回来 是为抗日尽力 他说这些话时 那种痛苦万壮 捧腹揪心的神态 很使人们动心 光说空话不行 王简芝还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爱国心 他把山巒 土地献出一部分来 又把大批陈梁交了工粮 并自愿帮助政府办小学 以尽他知识分子一点力量 王关庄是周围十几里最大的一个村子 又是乡工作的所在地 因此自早中新小学就设在这里 别村的孩子也到这儿来上学 学校的房子 仅靠王简芝的住宅 也是高大的砖瓦房 宽敞的大院子里还种植着各种树木花草 这是王唯一下令全乡出钱出力修盖的 学校的校长和校产的东家 都是他乡长一人 收入是属于他自己的 现在王唯一死了 为了团结抗日 民主政府就叫王简芝当了校长 原来学校有三个先生 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据说那个女的同男的何不来 早在起义之前他就辞职走了 两个男教员中 一个叫龚少尼的是王简芝的姑表弟 年轻轻的爱打扮 留着羊头 镶着金牙 细溜溜的身材 穿得漂漂亮亮 很是洒落雅致 满身风流 前些年他曾跟表哥王简芝在外面逛过 后来家里死了娘 回来带校送病 由于年头不太平没再出去 就被大表哥王唯一请来教学 另一个叫吕西迁 是离此五里路万家沟村的人 这人有四十多岁 一副老私塾先生打扮 他那颗长长的头 上面大下面肩和驴头的形状相仿佛 走起路来透老是向前一点一点的 好像身子担不住头的重量 头脑想掉下来似的 吕西迁往年曾在县衙门里当过书记 后来不知怎么丢了差事 又教开学了 这两位先生 很快就成为王简芝的党羽 今晚上王简芝宴请的客人 就是这两位人物 王简芝和两位教员已经吃喝了好一阵子 美人脸上红油油的眼睛像夏天隔了夜的死鱼的眼睛 红紫紫的 王简芝这时转过身来 细眯着左眼 向对面那个脖子已喝红 身穿黑马褂的一位说 老吕 你好些了 可是还要注意 一定要做到爱学生 不打不骂 要学生家长满意才行 爱 吕西迁委屈地叹息着 摇摇紫红的大驴头 简芝 你不知道 这些穷小子真气死人 什么抗日呀 抓汉奸哪 在早先时候 我早打扁他们了 夏 特别是冯德强这伙小子 说完仰起脖子喝口大酒 仿佛在吞下他恨的人似的 不 吕先生 那个镶着金牙的年轻人 瞪着一双小绿豆眼 讨好的看看王简芝 简芝兄说得对 他们得势的日子不会长 将来有那么一天 我供少泥 他把手用力举起 狠狠地攥着黄瘦的条条青筋的拳头 放下时却很轻 老吕 少喝点吧 不要醉了 王简芝说 明天回家再和万首谱碰碰头 看看他们的情形 当郎一声 吕西迁的酒杯掉到炕上 把王简芝吓了一跳 吕西迁瞪起血红的眼睛 凶狠地叫道 够 够了 我不去 我不去求他这个国民党的红人 老吕 你醉了怎的 王简芝有些吃惊 我 我没醉 我人醉心不醉 他说着抓起酒壶又往口里道 宫少泥芒夺下酒壶 吕先生 你 好 你们不给我喝我就不喝 我不喝你们的骚尿水 你们也别想叫我去拉磨 我 我命苦啊 他忽然大哭起来 哭得又是鼻涕又是累 不管王简芝和宫少泥如何阻拦 他都不听 乌乌艳艳地说下去 我是狗 就只能给人家颠颠跑跑 嘿嘿 我屡大头前些年也在人前站过 衙门里谁不知道我屡书记 我亦敢笔一张纸 谁想打赢官司不给个百二八十块的哟 哎 轮他姥姥 县太爷的小舅子要来 就把我一脚踢开了 首谱 万首谱 当初要我加入国民党的时候 他吹嘘得多好听啊 什么蒋总统的嫡系呀 能升官发财呀 他姥姥的 我丢了差事去找他 他不为不帮忙 反倒六亲不认了 你们又要我干什么 我不干 我屡大头什么也不干了 你住口 王简之可气炸了 用力猛击桌子 那盘盘叠叠都跳了起来 吕西迁猛吃一惊 头脑有些清醒 朦胧着泪眼看着王简之那猙獰的凶相 脸上立刻献出恐惧的表情 他像胆小的人闯下大祸似的目呆呆的等候着就要来临的恶果 但是王简之瞅了瞅他 脸上献出缓和的神气 亲密的对他说 老吕 以后可不要喝这磨多久了 要是在这上面坏了事 那可太不值得了 我知道 你近几年很受委屈 可谁没有自己的苦衷和不幸呢 拿我来说吧 为什么城市不住 那样的荣华不祥 来到这荒山沟里呢 我受的教育 我的地位不比你高吗 这就叫大丈夫能伸能屈 老吕 想出人头地 就得多为大局为将来着想 皮之不存 毛将安抚 这样浅显的道理你还不懂吗 老吕 想必你看到家兄的死了吧 难道还不明白 要让这些穷小子长期当政 共产党得了天下 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是身上不干净的人 早晚不都要被清算吗 我王简之为什么看着哥哥的木头还没长上草 就去向杀他的人献殷勤呢 对了 我们要搞垮他们 能 完全能 要相信汪总裁的卓越领导和精辟的见解 他早说过 日本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共产党 还不明白吗 这山区是郊东共产党的老窝 他们赖以图存的命根子 所以 我们这些国家的栋梁 国民党员们 不能坐视待毙 而要行动起来 嘿 老吕 脑子清醒些吧 等我们胜利了 无庸说你那个小小的书记职位 就是当区长 县长 又有什么不可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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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少尼跟着笑了 吕西迁脸上的苦咒文也舒展开来了 过了一会 王简直又苦恼的说 哎 不知怎么闹的 电台就是勾不通 真诚问题 你们去都不合适 哪里能找个适当的人去联络一趟呢 哎 忽然 门响了 他们有些失惊 供少尼打开门 见市长工 才松口气 王简直一股怒气冲上来 可马上又笑了 说 是场所呀 坐坐吧 王场所一见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正要退回去 听东家这末一让 盲陪笑道 啊 是先生们哪 咱是来问问校长 明儿村上要大车送公粮 咱去不去 王简直早对家人声明过 不准叫他二爷 东家或掌柜的 一律称校长 王场所说吧 他忙答道 嗨 这还用问 抗日的事吗 咱还能落后 去 一定去 王场所一出门 供少尼狠狠地盯他一眼 轻蔑地笑笑 他忽然心里一亮 对王简直说 爱 叫这家伙去怎么样 你傻了 他能靠得住 公少尼却意味深长地笑着 他笑得有故 十四年前 正在慕平城念书的王简直 被还没死的父亲叫回家成亲 他 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 城市里那么多风流女人 早迷惑了他 何况他正在一天一封情书 向那个卖弄风情摆身架子的县长小姐求爱呢 可是他拗不过固执的父亲 结果和一个没落地主家的闺女成了亲 他是那样轻蔑他 讨厌他 没住几天就走了 王简直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老婆 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位可怜的千金小姐 就这样完结了他在闺秀中的美妙梦景 他守着这座阴森高大的住宅 是多么空虚和孤寂 多么阴冷和痛苦 家里除去一个快老死已不管事的公公外 什么别的人也没有了 他是唯一的主人 他无聊地和狗讲话 找猫作伴 他深深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 渐渐他埋怨父母不该把他嫁给这样的富人家 他仇恨这个有钱少爷的无情 他甚至想到不如跟个穷人好 有个人作伴 就是苦 也比这年轻轻的守活寡好受啊 他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比他好过 他是个最不幸的人了 他慢慢地注意到年轻力壮的长工王场所 开始他是从窗口上 门缝中窥看他那赤壁露腿的黑红肌肉和厚实粗壮的体格 后来借故同他说话 吩咐他做他目光能及到的地方的活计 再后来 他索性不要他上山 专门替他照料家务 王场所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 整天连句话都不肯多说 他忠厚淳朴的有些迟钝 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年轻女主人会注意到他 他根本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老婆 然而 赤然在女人心头的野性情活 使他越来越大胆地进攻了 这老实人出发绝食 立即逃避 他以为他是在戏弄他 他不相信他心里会真有他 搞不好他会把他遗置 他就要立即粉碎 但受苦人善良的同情心是强烈的 这心情像虫子一样悄悄地爬出来 他感激他 同情他 一个大风雪的深夜里 王长所披着衣服到马棚里去给牲口添草 突然 一个黑影扑到他身上 浮危在他怀里 他一时吓呆了 一切都明白了 可是他没有叫起来 嘴张不开 也没把他推开 他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屈服了 做了他的俘虏 从此以后 每当夜境更深的时候 王长所就偷偷地溜进女主人的屋里 他正在等着他 他们幸福欢乐过后 都会一起感到前途的可怕 充满了恐怖 这时 他就说 不要怕 咱们就这样过下去 他反正是不回来了 爱 又有什么法子啊 不久 有了孩子 天哪 怎么办哪 自古有多少私情的男女 都是为有了孩子而败露惨遭丧命的呀 正在他们惊恐万状的时候 老公公死了 王简芝回来送病 住了几天又走了 他欢喜极了 可以生下自己的孩子了 因为他可以把孩子说成是王简芝的 能轻易地遮盖过去了 就这样 把性力生下来了 而以后 一有了胎就打掉 看来 他们是多么残忍啊 可是感情使他们难分 社会逼使他们不这样就无法生存 他们在表面上还是主仆关系 实际上却起了变化 他觉得他就是他的丈夫 他就是他的妻子 他就是他的命根子 他的一切 龚少尼来当教师了 这位年轻的表弟看上了这位表嫂 他虽是三十几岁的人 可并不显老 他还很漂亮 太阳很少晒到他那白嫩细腻的皮肤 他有着弹形均称的红晕脸孔 在月牙儿式的淡淡眉毛下 藏着一双细密着的秋波闪闪的眼睛 他那鸟挪的身躯 突出的胸脯 纤细的小手 就连前额和眼角上细细的条纹 在表弟看来 都是故意生出来迷人的 他想 这样守着这么多年空房的女人 一见他这样年轻风流的美男子 还不像苍蝇见盗鞋 敢都敢不走吗 可不料 龚少尼碰到几鼻子灰 几乎使他到了眉 他又羞又怒 又恨又恼 就越眼缠心痒 但无戏可成 又怕闹出事来 只好忍气吞声 按照孔子钻 当龚少尼发现他已有情人时 越发加上个促字 可是他不舍得把他损害 这在他来讲实在不难 只要向王唯一讲一声 就要了他们的命 却又一直插不上手 现在他笑了 心里涌出一个美妙的圈套 这圈套足以使那美人儿 不能不投向自己的怀抱 龚少尼知道表兄不爱妻子 外面另有女人 但是前几年在外面跟从王俭之的经验 使他更明白表兄是个奸诈的人 假如赵直说出自己的圈套 可能会对自身不利 所以他只藏头鹿尾的把表嫂和王长所勾搭的事说了几句 他说的是那么含糊 那么巧妙 连吕西迁也听不出个头脑来 但从王简之时时抬眼向他望着的表情上 他知道表兄听懂了 渐渐的表兄脸上泛起那熟悉的阴冷的微笑 这是他决定什么主意的预兆 啊 表兄可能和自己想同心思了 其实龚少尼对王长所并没有寄予什么太大的希望 他只不过想借此达到战友表嫂的目的 龚少尼哪里知道王简之却抓住了一根重要绳索 这条绳索把王长所和姓丽的母亲牢牢地捆在自己的身边 自从王简之回来后 王长所早不敢同姓丽母亲来往了 姓丽母亲一天到晚愁贫着眉脸 偷偷地哭泣 在王简之面前还要做出高兴的样子 他希望他快点走 永远别再回来 可是看情形他倒要长久住下来 这是他不能忍受的呀 他一点法子也没有 唯有在看到他和王长所的命根子 姓丽时 才感到未新些 对于社会的改变 他一点也不关心 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同外界没有联系 这么多年的高大围墙隔离着人们的声音传进来 遮住阳光射进来 他在背光的阴暗处 悄悄地悲哀地打发着日子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 姓丽才从外面跑回来 嘴里还哼着歌耳 王简之一向对女儿很冷淡 这回却关心地问道 上哪去了 这末晚才回来 不饿吗 放学后到得强家去了 姓丽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筷子 端起一碗饭 垂下眼帘不看王简之一眼 停了一下 反问道 怎么 不好吗 哦 怎么不好 好 很好 得强家是干部 又住着驱农就会长 多跟他们接近才能进步 我还要抽空去拜访呢 嘿嘿 姓丽听这末一说 天真的高兴起来 爹呀 你真开明 江同志说你是开明人士呢 自动献山栏献地 又免费教学 看你 说起就没个完 还不快吃饭 母亲打断女儿的话 催促道 一面加一筷子菜放进她碗里 王简之脸上也显出笑容 说 你以后多到她家去 听些好事告诉我和你妈 咱们也开通开通 嗯呐 俺就高兴去 姓丽高兴地说 她见母亲苦笑了一下 吃完饭 王简之对妻子说 今夜不要等我 我有事 和少尼在学校里睡 夜 深沉阴冷的夜 院子里脱了夜的檀香树 和长青的柏松树 在随风呼啸 大骡子用力咀嚼着草料 发出咳吱咳吱的响声 吃完了 她就摔头打喷嚏 没有人出来添草料 她又用蹄子使劲袍地 还没有人来 她就私叫起来 我该走了 不早了 这是往常所不坚决的声音 不 她今夜不回来了 天亮还早 多不容易在一块呀 姓丽母亲柔情幸福地说着 把她抱得更紧 大骡子吃了一惊 从她草底下爬出一个人来 她高兴地呼吃呼吃鼻子 但马上失望了 那人根本不理她 直奔房门口去了 突然 一阵叫门声传进屋来 往常所急忙爬起 浑身打哆嗦 不知所措 姓丽母亲身上也凉了半截 忙把她按到炕前的桌子底下 姓丽他妈 快开门呀 外面有人叫道 哎 来 来了 就 就来 她慌里慌张 登上裤子 拉一件衣服披上 跑来开门 门开了跟着一道刺眼的手电光射进来 王简直带埋怨地说 开门这长时间 怎么闹的 少泥那扑盖少 洞醒了 看 睡觉大门也没插好 她待在那里 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崩崩乱跳 她把她让进屋 什么也打不上来 王简直若无其事地拴上门 又叫她点着灯 她那双眼睛四处寻视着 姓丽母亲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 端灯的手颤抖不停 她用身子挡着向桌子方向射去的灯光 催她快睡下 咦 你这穿的谁的衣裳 她的脸刷一下惨白了 她正披着王场所的衣服 哦 哦 我急着去开门 穿 穿错了 是 是伙计的 扣子掉了 下碗拿 拿来缝缝的 她的嘴唇颤抖着 忙去换衣服 哦 是这么回事 对了 我的那双皮鞋呢 明天要穿 找来擦擦 王简芝说着就要到桌子底下去摸 这一刻 她的心都停止跳动了 王阻拦道 我替你找 啊 这是谁 王简芝向桌底下一摸 大叫道 王场所爬出来 捣算搬的磕头 姓丽母亲扑到炕上 大哭起来 好啊 你们做的好事 啊 这还了得 王简芝破着嗓子叫起来 我 我错了 都是我的罪过 是我自个儿来的 不怨她 校长 掌柜的 开开恩吧 王场所跪着求饶 她这一刻 全被巨大的恐怖控制住 毁不该当初失了足 这不单是害了自己 而且枪害了她 害了挚爱着自己的人 她的求饶 完全是为了她 不 是我叫她来的 没她的事 该杀该打打我吧 啊 天哪 她哭嚎着 这女人倒没有懊悔自己行为的意思 只是觉得不该被人发觉 从而破坏了她们的幸福 如果说要把她们拆散 她倒甘愿不拆散忍受这种羞辱好些 她虽然哭 可没有向丈夫去求的意愿 王简芝又骂了一顿 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说 爱 你们这些贱人 败坏家风 叫我怎么有脸贱人 掌柜的 开开恩吧 叫我爬刀山过火海我都去 只要你饶了俺们这回 王简芝沉下脸来 说 长所 你可知道你们犯下多大的罪 就是我能饶你们 要叫八路干部知道了 哼 不是刀杀就是活埋 姓丽母亲只是哭嚎 王长所不住生的苦苦哀求 王简芝长叹一声 说 爱 好吧 碰上你们这些不争气的人 我也跟着丢脸 我不是那旧脑筋的人 就饶过你们吧 不过 长所 人要有良心 你以后可得听我的话 他又瞪妻子一眼 说 你呀 反正不愿跟我 我也是外面的人 那就随你们的便吧 可是不能被外人知道了 这对我是小事 你们可就别想要命了 他俩刚上来还不信这是真的 后来听到要用着王长所了 才半信半疑地答应下来 向这个大恩人叩头 几天以后 王长所找着村长 开了通行证 他对老德顺说要到西山村姑家去走亲戚 西山村离日本的据点 倒水 只有五六里路 中午 晴朗的天空上 扑挂着一块块白矮矮的云彩 学校里传出铜音的清脆歌声 月牙弯弯 星儿闪闪 我们都是儿童团 站岗放哨 又当侦察员 盘查行人 抓汉奸 龟子来了 我们就跑 找到八路去报告 领着八路 手拿枪刀 杀退鬼子 把家乡保 杏力站在平时先生上课站的讲坛上 挥舞着两臂指挥 坐在下面的穿着各种破破烂烂衣服的男女孩子 都齐声地唱着 在她那如月牙似柳叶一样的细长眉毛下 有同她母亲一样妩媚好看的细眯着的眼睛 薄薄的小嘴唇灵巧地动着 发出比谁都清亮的银铃般的声音 由于害羞 小脸蛋红红的 德强站在最前排的桌子旁边 出神地看着性力的每个动作 真的 她从来不觉得她像今天这样好看 这样讨人喜欢 都会唱了 团长 行了吧 唱完了 性力向德强问道 德强盲点点头 转回身 朝着都在看她的孩子们说 好了 今天就学到这为止 明天再学新的吧 团长 我有个话 当说不当说 一个穿得很破的孩子 站起来粗声粗气地问 什么事 说吧 德强答道 这孩子有些局促不安地向周围看看 见有几个人向她挤眉弄眼 鼓励她快说 她才结结巴巴地说 俺 俺说不好 就是性力 她停下了 德强一听说性力 不觉心里有点跳 焦急地催她 快说呀 怎么不说了 俺没念书 不知对不对 就是性力是汉奸家里的 不能当儿童团 那孩子说完忙坐下去 孩子们都红起来 有的说对 有的说不对 性力心力又羞愧又难过又生气 脸都长紫了 那双泪水就要溢出来的眼睛 紧看着德强 德强很慌乱 又难过又气愤 他知道性力受了委屈 但又找不出责怪那孩子的理由 乱了一阵 他招呼大家平静下来 说 刚才小黑子说的也有理 汉奸家的人咱们不要他 可是性力家和王维一家不一样 江同志说过 咱们抗日人越多越好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性力他爹不也拿出很多东西来吗 人家性力很积极 还教咱们唱歌 怎么不能当团员呢 这末一来 那孩子没话说了 大家也都向着团长 虽然如此 德强还觉得心力不好受 性力也认为受了好大冤枉 为什么德强和性力 这两个出身截然不同的孩子 会这样像好呢 说起来 倒很有些来历 德强今年15岁 高小就要毕业了 德强刚上学时 因家里穷 用砖瓦块当石板 华石当石笔 他穿戴的不好 用的又赶不上人家 这天真又小的孩子 常常受别人的嘲笑和欺误 他没有别的法子 只有向母亲哭闹 躺在地上打滚 非要和人家一样的东西不可 华石 一种软石头 能在硬物体上画出白线来 父亲上来脾气 就要动手打他 但母亲总是哄着孩子 他给他擦眼泪 醒鼻涕 孩子 别比人家 咱们穷啊 好孩子 听妈的话 念好书要紧 这位勤劳的母亲 费尽心机来装扮自己的儿子 衣服虽旧 他做得使儿子穿上合身 而又整洁 他用一件出嫁时 穿的旧夹衣的蓝格布里子 给孩子改做成一个小书包 虽不如别人的心 可是手巧的母亲 做的样子却比别人的好看 使儿子能擦干泪水去上学 母亲的这一切感染着儿子 渐渐的得强 不再向母亲哭闹 缺什么也不向母亲要了 他也学会用力忍受着困苦 有时还知道去安慰母亲 在他幼小的心灵上 也深深画上咱们穷啊的印痕 但是 本能的好胜心 使孩子越来越感到不甘心不服气 他恨死一切有钱的人 他常帮穷孩子打架 奏财主的少爷高子 为这他也吃了先生的不少苦头 但他从不屈服求饶 先生用两寸宽半寸厚镶着同边的戒齿 打他的小手 打他的屁股和腿肚子 打得他手肿成小波波 钉上腿上轻一筷子一条 先生是等学生求饶才松手的 可是得强闭着嘴 猝着眉 晶莹的泪珠挂在脸塞上 就是不叫唤 直到先生泪坏了 有时板子打断了 才放手 得强从不时母亲知道他挨了打 并警告任何人 不准把他挨打的事 告诉他家里的人 可是有一次 他的手被打肿的吃饭时 拿不住筷子 母亲发觉了 心疼的向油肩 抱着孩子哭了一宿 得强越来越变得老成 而易于激怒了 他学会了对付仇人的方法 寻准机会 用血换血 用拳头对拳头 他这次报复先生的事 折断先生毛侧里 用手抓着拉屎的木蝎子 照原样虚插在那里 先生刚蹲下用手去扶 却不料羊脸朝天 跌进及腰身的屎尿坑里 得强牢牢记住父母的话 刻苦地学习着 母亲每晚要到儿子住的南屋来查看 他眼前时常出现这样的情景 儿子怀里抱着灯 手里拿着书 睡着了 有时眉毛被灯火烧着 他痛醒过来 又继续攻读 读一阵又睡着了 母亲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把灯火吹灭端走 不敢叫醒他脱去衣服再睡 因为他一醒 就又不睡了 正因如此 每学期考试 得强都在全班头三名以内 在有钱人家孩子的极度愤恨的眼光下 他拿着奖品回家给母亲看 到了四年级 得强偶然和姓丽同桌 这使他非常不高兴 姓丽的一举一动 他都看不惯 甚至连他无意朝他笑笑 他也视为是讥笑自己 一样引起反感 他觉得他是个十足的小妖精 姓丽却不在乎这一点 也不怪他的粗鲁 他天真活泼地去接近他 有爱地对待他 开始 得强全部理他 认为这个妖精在收买自己 可是慢慢他怀疑自己的断定了 因为在考试时 他从没叫他告诉什么 平时得强挨了先生的打 受到欺误 姓丽都很同情他 有时还挺身而出的帮助他 这一切使得强迷惑起来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他在内心时刻戒备着 好给随时来的侮辱 哪怕是一点点 迎头痛击 一天一月一年地过去了 德强对姓丽的戒备 不知不觉全部解除了 他不但不觉得他可厌 而且主动和他在一起温习功课 不过 德强从不上姓丽家里去 他想 姓丽是个好人 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 至于他的家 他家里的人 不用说 还是到底的财主器 有一天晚上放学时 姓丽有爱地笑着说 走 德强 到俺家去玩吧 不 我回家还有事呢 德强含糊地回答 走吧 这末晚了 哪还有事 姓丽知道他撒谎 连拖带拉的把他拉到了家 出乎德强的意料 姓丽母亲很和善 这个恋爱着长工的女人 很亲热地招待他 硬留他吃了饭再回家去 当然 德强从没把任何事瞒过母亲 这以后 他就时常到姓丽家来 晚上一块温习功课 星期日他帮他上山拾柴 或帮母亲干些活 姓丽也常到德强家去 母亲很喜欢这个天真秀丽的女孩子 晚上 夏贤月挂在树梢上 银白色的幽静月光 透过窗户射进屋里来 那窗户玻璃上的冰花雪纹 宛如一块用银丝刺绣成的碎花手帕 显得格外好看 姓丽和德强 都用手扶着窗台 向院子里望着 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 里面有条用砖透气起来能睡两三个人的炕 炕前有张长方形的桌子 上面有盏带照的洋油灯 桌前放着两把方板凳 显然 这是他俩常在一起温习功课的地方 姓丽 你还生气吗 德强温和地问道 生气 生那老汉奸的气 爱 真该死 姓丽是哭过了 眼圈还是红的 脸上还流有泪痕 两人慢慢挨绑坐到炕炎上 德强忽然想起什么 说 姓丽 夜里自个在这睡 不害怕吗 怎么不怕 这墨多大房子 也没有人住 过去有白老师做伴 他却走了 姓丽很惋惜地说 是呀 他走有一年了 不知上哪去了 白老师待咱们可真好啊 他知道的多么多呀 告诉咱们那么多新鲜事 可 什么时候再见着他才好理 谁说不是 多会能老跟他那样好的老师念书就好了 姓丽向往地说 温习了一期功课后 德强从姓丽家出来 已经半夜了 他一出二门 只见一个人影一闪 有些吃惊 忙问 是谁 是我 那人影慢慢走出来 走到德强跟前 哦 是冯德强呀 怎么这末晚还不回家睡去 明天要上学呀 德强一见事工老师 有些奇怪 就问 老师 这晚了 你上哪去 哦 我 我呀 找校长 有点急事 公少尼 支支吾吾地说 德强听姓丽说过 他父亲好几天就不在这个院睡了 就关照地说 老师 校长不在这院睡 你走错了 啊呀 我不知道 公少尼说着和德强一起走出来 见德强走远了 世事额上的冷汗 轻轻骂了一句 转回身又进里面去了 姓丽母亲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她心里一阵巨跳 自从他和王长所的事被王简之抓住后 他连惊带怕 又羞愧又无办法 真是痛苦极了 整天越发连大门都不敢出 躲避着人们的目光 王长所走后这几天 他越想越怕 日夜为他担心 他怕他在路上出什么凶险 担心有人会知道他失禁鬼子据点去的 王长所按照王简之的吩咐 到村长那里开了张假装到孤家去的通行证 实际上是把一个小包裹送给在倒水的王主 王简之说 这是王主的媳妇和妹妹玉珍托他找人送给王主的钱和几件衣服 虽说王为一家是汉奸 可是看在兄弟情分上 加上女人们的苦苦哀求 他王简之不能不可怜家破人亡的侄子啊 当然他也知道他们是坏人 不好亲近 故此为避免外人怀疑和找麻烦 叫王长所背着别人的眼睛 行动要特别谨慎小心 他又暗示出 万一要是碰上八路军查问 切不可说实话 否则他们连姓丽母亲在内 性命也将难保 姓丽母亲和王长所 虽然不知道那个包裹里加的是王简之给他上司的密信 但背着人偷偷的到鬼子据典里去 送东西给当了伪军的王主 这不明明是和八路军作对吗 更何况 王主当伪军小队长 吃 穿 花是不愁的 用不到家中送钱和衣服给他 王简之这不是明明白白在撒谎 叫他去干坏事吗 啊要是被人家发现了会当汉奸治罪的多么危险呢 不去吧刀柄攥在王简之手里惹恼了王简之 他们马上就要完了呀 为着他们的私情不被外人知道 为了他们的孩子性力 他们顾不得这件事有多大危险 违背良心去干了 自长所走后 这两天他真是提心吊胆 坐卧不宁 怎么他还不回来呢 莫非叫八路军捉去了 姓丽母亲正在胡思乱想之际 听到有人敲门 高兴极了 一定是场所来了 啊 你可回来了 他迎着一股寒气 向前扑去 来人一声不响 张开两臂紧抱住他那只穿着内衫的身子 这样沉默好一会 对方身上的寒气驱散他身上的温暖 使他从狂热的激情中镇静下来 他开始觉得不对头 这双一刻不停地抚摸着他的赤臂的细腻的手就不对 他一摸到那流油的羊头 像被蝎子猛视了一下似的 叫人来了 他一动不动 冷冷地说 好啊 叫去吧 走 找村干部 找江永泉去 嘿嘿 我倒不怕 有个人当上汉奸 到倒水送信还没回来 可要论个什么罪 你说什么 谁是汉奸 他惊吓地叫道 可是马上明白了 啊 到底被人知道了 他恐怖地颤记着 一刹 他又镇静起来 这坏种早在打我的主意 他是想用法子把我压住 不 他不一定知道 他想着 转用强硬的口气说 你别血口喷人 谁当汉奸 你凭什么证据 哼哼 还装羊吗 他冷笑着 加重语气说 偷汉子是要活埋的 可你们倒这样舒服 想一想 王简之是傻瓜 能这样轻轻饶过你们吗 哼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王长所假装走亲戚 到鬼子据点给王竹送信 这是假的吗 这几句话确实打中要害 他立刻觉得浑身瘫软下来 眼里直冒金星 宫少尼见他软下来 就上前搂抱他 姓丽母亲再没有反击的力量了 他心里千头万绪 像乱麻一样纠缠着 他懊悔 不该上了王简之的当 死就死个干净 可是谁叫自己贪生 又落上当汉奸的罪名 他现在才感到 这汉奸的罪名是多么可怕 王简之就是为着这个 才饶了他和王长所的呀 他恨死了他们 他绝不能再屈服 他不能给他 这条狗来糟蹋 他又振作起来 把向他伸来的手狠狠摔开 好啊 好啊 瞧着吧 我马上报告民兵 抓起你们这些汉奸 你看到王维一是怎么死的 他说着就要向外走 啊 天呐 生死就在这一关 再晚一点 生命线就要断了 那么王长所和他 还有孩子 不都完了吗 可怕呀 和王维一一样 不 不能啊 为他 为孩子 他 他顾不得自己了 他流着苦泪 哆嗦着无力的身子 上前拉住他的胳膊 拼尽全力从牙缝中挤出来 表弟 可不能啊 我求求你 他隐尾的笑了 是吗 只要表嫂看得起我 我还能看着叫表嫂完了 我公扫尼才不是那样狠心的人 他像老鹰抓小鸡似的 把他抱上抗 柔弱的女人 以失去知觉 变得像跟木头一样麻木了 他以为我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